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艺术家关心土地的我们可爱的乡亲 谢谢大家 我要先跟大家说的是 先跟大家聊一聊 现在雨已经在下了 3月18号的事情 3月18号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到那边了 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 会有一波要往内攻击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了会 然后那天晚上 我个人是走青岛东路 我们要从青岛东路公路到 那个到议事厅里面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在我带领的那个队伍里面 也有四个是从台中这边一起上来的 所以在这场运动当中 台中人没有缺席 台中人没有缺席 我们的骄傲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第二个事情 反服貌的意义 我用一个很很短的话来讲 中国人来台湾不是要当我们的客人 他们是想要来当我们的主人 请大家记住这句话 反服貌就是反中国 我们台湾势必要独立 我们要反对中国的 中国的用他们的力量来干涉我们 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 反服貌就是反中国 谢谢 然后我要跟 请大家先把语句先拿出来 然后稍微遮一下 因为这个语 语看起来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亮 再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如果你可以往台北去的话 我真的希望我们不是抱着一个 看热闹的心态去 虽然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有一点潮 不过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潮的事情 请大家去的时候 我们在心中想一件事情 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里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事情 我该怎么样做 可以真的让这一个 我们所热爱的地方变得不一样 然后我请 我们大家去的时候 可以有纪律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是公民不服从 用不合作的运动 来推动一些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们到那边去 可能不是去看看 我们要做一点事 要组合起来 看怎么样可以在 对警方要往内冲的时候 可以稍微去阻拦 让在一场内的人 可以稍微可以撑得比较久 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因为我318跟319都待在里面 所以有一些事实跟外面的说法 是不太一样的 318在319其实在 在这个新闻上 我们看到很多 大家都在谈论的是 跟碧尔有关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 其实是一个是 蛮无聊的事情 我甚至其实应该 不用再讲一次 但是 其实就是喝了一些酒 那其实 喝酒的那一群人 刚好是在我这一组 守六号门 因为他总共有八个门 我们编号一到八号 然后每一个组别去 挡住那一个门 喝酒的那一位 刚好就是在我这一组 那其实每一次 他们要冲进来 要把椅子搬走 把门清空 然后要进来 把我们带到 一场外 他们在进行 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喝酒的那一位 都是趴在 我们所堆叠出来的椅子 最高处 用他的 整个的力量 去压着 希望这个门 不要被清空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在做 这样的事情 请大家不要为了 几罐碧尔就被干扰了 那 在 呃 他们会希望用这个方式 把焦点 导引到别的 别的点去 让大家没有注意到 这件事情它真正的意义 那 我大概想要讲的是这样的话 然后在 讲话的最后 我希望可以带 各位一起来喊一些 我们在会场内常常喊的 好 撤回福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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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民主 保护民主 今天过福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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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差政府 明天差政府 今天过福茂 今天或福茂 明天才政府 明天才政府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